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国际旅游达人南希 此时此刻我正在美国的华尔明州 今天我正开车从Greybo到大脚洋国家森林 Big Hole National Forest 这个地方呢是Greybo Greybo呢是华尔明州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只有一千多人口 来华尔明州旅游 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Yellowstone 也就是黄石国家公园 但是呢事实上在华尔明州 还有其他的国家公园可以旅游 比如说大提顿国家公园 还有大脚洋国家森林公园 那么现在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大脚洋国家森林 我给大家拍一下沿途的自然风光 我现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离大脚洋国家森林已经很近了 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个山 就是大脚洋国家森林 待会我们会往里面开很多很多 弯源曲折的公路 那么这些弯源曲折的公路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当中给大家展现 怀尔明州是美国西部的一个州 为全美国人口最少的一个州 也是全美印第安人比例 第四高的一个州 来美国自驾游的话 我要告诉大家 怀尔明州的话有主要的三条公路 25号州基公路 80号州基公路和90号州基公路 怀尔明州地域辽阔而人烟稀少 仍保留着早期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特征和西部精神 固有边疆州和流崽州的里称 我给你们拍一下大脚洋国家森林 山脚下的附近风景 光透透的是不是觉得没有什么看头呀 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当中给大家讲过了 大脚洋国家森林的话是非常的大的 它不仅在蒙大拿州有大脚洋国家森林 而且在怀尔明州这个地方也有 这个黑区区的就是他们养的牛 这里的畜牧业很发达 待会我给你们讲一下 他们这边的畜牧业 然后再给你们拍一下大牧场 看这个就是他们的村庄房子 我在这里面最大的感受 哇 就是这个地方人好少呀 但是作为旅游景点的话 这个地方真的风景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 冬天的话这个地方只适合滑雪 这个地方的旅游旺季就是在夏天 夏天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镇叫Cody Cody就是一个旅游镇 住了很多游客 那里的餐馆还有酒店也很多 但是我现在的这个小镇就很少 有酒店餐馆 我现在要进山了 给你们拍一下进山的这个风景 可以看到公路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 它这个石头的颜色也是这种红色的 因为它里面含有很高的含铁量 淮尔明州有一半的土地用于畜牧业 但是呢 它这里的水草稀少 每头牛羊都需要好几英亩的草场 所以牧场都很鸟酷 可以看到像这种一望无际的 好大好大呀 都是它们的牧场 而且这些牧场都是私人的土地 它这里的牧场都是为了牛羊 还有马 主要是牛 牛群 当然这个地方还有宁阳和麋鹿出没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 干旱缺雨 你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的植被就有点那种干旱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它这个地方农田不多 它这边的经济作物呢 主要是饲料草 就是用来喂牛的那种草 还有甜菜 土豆和麦类之类的经济作物 它这里的矿业的地位比农业高得多 矿业的话主要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开采 它这里是很多天然气石油的 我在以后的视频当中给大家拍一下 它进产煤的话 每年的产量就是1.5亿吨的一个煤炭的开采量 华尔明州的经济以采矿业 旅游业和农业为主 旅游业为华尔明州第二大经济来源 像我之前说的黄石国家公园 大提顿国家公园 还有我今天去的这个 Bighorn National Forest 都是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每年都有很多游客来这里旅游 所以华尔明州这个地方呢 它的这个地形地貌 看起来感觉哇 这个地方土地贫瘠很穷 但是事实上呢 它有三大支柱产业 也就是采矿业 旅游业和农业 还是比较发达的 这三大支柱产业 整体来说的话 其实华尔明州这里的大多人 经济收入都不高 但是这个州还是很富有的 本期的视频我就介绍到这里了 欢迎您的收看 我是国际旅游达人南希 下期的视频我给你们拍大讲 要国家伸牛 拜拜